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弟妹对各家绣品如此上心 它不只是做善念那么简单吧 既然来了 就尝尝我这的新茶吧 进了徐家便是一家人 以后若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你只管说就是 多谢二嫂 听闻二嫂近日要去慈安寺上香祈福 我也是陪同丹阳前往 听说慈安寺香火旺盛很是灵验 希望能保佑县主平安生子 你若是有兴趣便可以一同前往 刚才的话失礼了 实不相瞒 娘亲离世一直是我心中之痛 出世那日 听闻府中女眷都在慈安寺 敢问二嫂可有见到行迹可疑之人 那日我一直陪在母亲身边 并没有发现有何异常 是者隐隐 生者如私 你还年轻 不要总究结于过去 要把握当下才好 多谢二嫂关心 我知道了 二夫人可是看出了些什么 听闻二爷徐灵安 闻桃武略本是世子 二嫂能嫁与她 也定非等先之人 是我大意了 万幸的事 她似乎并无恶意 但是所有女眷的绣品 我们几乎都差遍了 还是毫无线索 如此 只能另想办法了 是 冬青 我们摘几只花回去 插入瓶中 放在屋里 也能得些义趣 嗯 冬青 那朵那朵好看 好 夫人我够不着 好 侯爷 谢谢侯爷 无妨 举手之劳 听说你一直忙于 各处做身面的事 辛苦了 我也是闲来无事 想说做点女工 尽尽心意罢了 乔姨娘是因为 你刚嫁入徐家 不熟悉家里树武 暂待你执掌忠愧 你才是我们徐家的主母 侯爷是想让我执掌忠愧 执掌忠愧是主母之责 对 夫人 侯爷这是什么意思呀 侯爷 可能是希望我能尽快熟悉 徐家事务 执掌忠愧 我本来以为 侯爷会像太夫人那样 偏心乔姨娘 没想到 她倒是挺公正的嘛 嗯 谋手谋脚 这可是御刺的书锦 要是有个外衣 我剥你的皮 按照颜色品级一一分好 明日按份理给各府各宴送去 是 周妈妈 给母亲请安 坐吧 听闻这几天呐 侯爷一直睡在半月盼 你们莫要忘了自己的本分 照顾好侯爷 用不着天天到我这儿 来给我请安 是 母亲 夫人 不知善面秀仰的事情 进行得怎么样了 莫要因为此事累坏了身子 母亲 我正要跟您说此事 我见过各位姨娘的秀品 皆非凡品 我还是不献丑了 这也是嘛 本来就应该让下人来做 那既然如此 就去找几个既弦熟的秀娘来吧 太夫人 妾身未出阁时 常用一位僵氏秀娘 秀宫精巧绝论 在京师都是出了名道 这件事情不如让她来做吧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吧 是 太夫人